我想過退役 我想過游這屆之後 就知道中學的運動變身 飛魚踩過街 變身模特兒宣傳渡海泳 終於不用只看著 水底下面的街磚游泳 可能可以有空看旁邊的 維港景色 這六條飛魚 奧運都游過 今次游回香港 不再在泳池這麼簡單 今次會第一次參加維港渡海泳 作為一個香港人 都很 proud 自己這個城市 有一個這麼美的維港 今年維港渡海泳 會在10月16日舉行 香港泳隊在尼約奧運 這麼勁抽 懂得找他們宣傳 平日游泳最緊要快 今次拍照當然要漂亮 大會找上升級化妝師阿昇 來跟他們化妝 將他們最美的一面 展示給大家看 五個女飛魚 今年都會參加 渡海泳的慈善組賽事 不過原來德思幸宇 跟江文義有海上競賽的經驗 比賽就是一人一條線 但游海就是一群人一起游 那種整個氣氛 都是大家一起很開心地進行 渡海泳的感覺很新鮮 因為跟游泳很不同 見不到水底 但見到很多其他建築物 江文義說 渡海泳人又多 浪又大 泳修的臨場應變很緊要 想跟勁修運動員打氣的麥蒂蘭